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計畫 我是老頭奧爾德曼 Yeah 今天我們回來了方舟生存 那上一集我有跟各位兄弟們要安架 結果我發現數量真的非常的驚人 沒想到到2000多折這些眨眼 也非常感謝各位踴躍的留言 那老頭也是一一足一的把他看完 那看完了之後稍微統整一下今天安架的部分 那基本上大多數都是 叫我要蓋一下我們家裡的周遭環境 像是比如說做一些平台斜坡之類的 再來呢第三點就是要抓羽暴龍 讓那個羽暴龍生小寶寶 再來就是最難的 我們今天訂四個項目 那第四個項目呢就是 偷冰龍蛋並孵化他 我是覺得偷是有點難啦 但是孵化其實不難 所以說呢今天就進行這四個項目 我覺得應該可以讓我花很多時間去進行吧 那第一點基本上Google小姐開場已經結束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剩下平台擴大 雷龍的斜坡 這個我大概會稍微做一下 好那我們今天開始安架 那安架的話呢基本上 基本上沒有意外的話我看看 我騎一下 誒為什麼我走路變這麼慢 誒我去武藤瓶跑嗎 誒誒誒我還去 誒我還是飛行模式 抱歉抱歉 因為那時候在探勘地形 來來來 我看一下喔 我們基本上的話呢 我會想要把 這個地方擴大 這個板踏板 往前延伸 延伸大概到一個點了之後 我就會停止了 我會想要做一個斜坡 做一個斜坡之後 讓這個恐龍可以直接從這邊走上來 也是不錯的選擇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再盡量看可不可以蓋吧 如果蓋不到就算了 因為它好像還有 建築物的距離限制的樣子 這邊如果可以蓋一個斜坡當然是最好啦 可以讓恐龍上下 可是我覺得有點困難誒 因為畢竟它太高了 我看一下喔 這個斜坡 這個斜坡感覺有點不太行 沒關係我們都試試看 如果不行的話就算了 好不好 我們今天先蓋這些為主 然後 既然我們都在用無齒翼龍飛了 我們就稍微飛一飛 收集一下材料 好 表白說我們就開始 好啦各位兄弟們 我們稍微已經蓋完了 那基本上呢 老頭剛剛一次再次發現 這個斜坡要上去這個地方 其實是非常的困難 我們現在遇到了一些瓶頸 老頭暫時幸福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說就先放著吧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這個到時候呢 看各位有沒有辦法解禍 因為這個板子 斜坡斜到這邊來之後就卡住了 我的那個 那個什麼 木頭石柱沒有辦法再往下頂了 頂不到 或者是說以後等到高科技的時候 再做一個電梯 這個做一個電梯 直接往上升再往上走 也是不錯的選擇 不過老頭已經盡力了 這個 雷龍斜坡這個部分 目前暫時是沒有辦法 進行的 好不好 我們就先把這個東西先放著吧 再來呢就是老頭很簡便的 又蓋了一個周遭的這個平台 老頭很簡便的這樣子蓋了 其實按照慣例就是很正常的 蓋一個平台稍微擴大一點 其實老頭本來是想要蓋更外面 可是因為想說恐龍也沒有太多 你知道嗎 就前面那幾隻恐龍要搬過來而已 所以說到時候如果更需要的話 我會再往外擴 蓋這個斜坡真的是有效的用處 是不是上來了 我還發覺 好像蓋的有點小欸 I'm sorry 我忘記 我忽略了那個暴龍是這麼的大一隻 有點擁擠阿 請你們不要太介意 好 我們把這些恐龍稍微移一下位置 來 我們這一隻 與暴龍是母的嘛 那我們現在要去這個冰島那個地方抓一隻 再去抓一隻公的羽豹龍 讓他生小寶寶順便偷冰龍蛋 再讓冰龍蛋孵化 我們今天這個工作就差不多大功告成了 不過在這之前呢 我們沒有麻醉了齁 很尷尬 我們沒有麻醉了齁 我們剛好現在可以趕快做一做齁 來來來 我們這邊做很多個齁 來來來 麻醉劍 我們有沒有碎死 85隻 85隻 這要怎麼看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來來來 全部做58隻 來 把我們萬用十字弓拿出來 這一隻 放這裡 把白色 阿對齁 把東西都丟進去了 這些材料不要了 麻煩死了 阿我們的武器咧 那把刀呢 在這裡 放一把刀在身上好了 以防萬一 比較安全 來 剩下的全部做麻醉 77隻 OK 我剛剛聽到怒吼聲了 來 羽暴龍 該不會是那隻母的羽暴龍 欸不對這隻是公的 這隻我要 不要掉下去阿 白七 你不要那麼笨 他火到我了 他沒火到我 不要火到我拜託 來來來 就是這個高度 等一下 重點 他這樣子 我要怎麼帶他回去阿 他那個點實在太刻薄了吧 等一下 如果我抓了他 我幫我把他帶回去嗎 好像可以耶 走個沿海之類的吧 欸他在下面 好煩喔 這個帶他很遙遠耶 好吧 我們只能這麼做了 阿羽暴龍呢 在這裡在這裡 頭射時間 投射時間 他在追他們 喔 凶狠耶這個 燕射齊 哎呀 堂堂的風神一老 恐懼成這個樣子 好啦 完全不能動了啦 就讓他慢慢咬吧 我們看到沒有一個OK的地形可以抓他啊 來來來 我看一下看一下 這個要抓有點麻煩 我們繼續要把他引到一個地方去 來咬我 這個187 欸 為什麼要攻擊他 欸 你為什麼要咬他啊 白痴喔 阿琪 不要再失控了好不好 阿琪 哎呀 真的是其八路啊 你咬了他兩口 你讓他快死掉 我要怎麼抓他 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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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要自己擅自飛過去咬他呢 你這樣讓我非常的困擾 你知道嗎 還好不是咬第三下 造成重傷我就不知道該怎麼抓了 真是好煩喔 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抓這隻羽暴龍 又是一個難題了 我們還好龍蛋要偷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把這一集弄得實在太難了 給自己一個很大的考驗 不行 我一定要把他完成 所以說 羽暴龍哥哥你一定去哪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 有一根的 你就這樣居然消失了 欸 你該不會剛剛在追我的時候掉下去了吧 是不是 欸 真的還掉下來了 還蠻好笑的 我剛好也有這個平台 太好了 你不要在那邊攻擊喔 那北七 被動 在哪裡 看見了 他在那邊咬 不是 那是月月 羽暴龍在那裡 我先清一下周遭好了啦 像這些很討厭的 這個把它弄掉 是不是 害鳥 這個都不會主動攻擊啦 射看看 射不射得到 射一下 沒射到 沒中 哇 他們開始回血了耶 好丟喔 有了吧 有了有了有 最近他在攻擊他的時候 多射幾隻 沒中 可惜 他來了 哇 媽媽咪啊 媽媽咪啊 不要 媽媽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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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me Mario 欸 媽媽咪啊 媽媽咪啊 乖 媽媽咪啊 乖 射錯隻了 你就繼續跟他們殘免吧 媽媽咪啊 媽媽咪啊 我靠這個火 突破天際喔 媽媽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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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你不要再下去了 拜託 送我球你耶 速度真的很快 你在演哪一出啦 時鐘喔 秒針嗎 射不到 這個位置很好 射在尾巴 尾巴也沒射到 不要 他 你這是北七你 完蛋了 我要讓他上來又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他上得來嗎 我覺得很難過 而且不能讓他在那邊暈倒 讓他在那邊暈倒就死定了 來 欸87 我來這裡啊87 咬我啊87 快點 快點快點 魚豹龍你行的 那個牛龍走開啦 牛龍走開啦 我不歡迎你啊牛龍 欸他真的乖到一個不行耶 哇 他沒辦法上來 快快從另外一邊上來 從另外一邊上來 你行的 怎麼那麼北七啊 好痛喔 快走這裡啦 轉個彎 轉個彎就好了 你這走開 受不了餒 我受不了 我要把牛龍幹掉 滾啦 滾啦 哇掉到水裡了 這隻也滾 這隻也滾 來來來 親自引導你喔 來這個地方啊 北七 我的天啊 我覺得我的人生充滿了失敗 來來來 看見我了沒有 攻擊我 快點 從這裡走上來 這邊有一個 很 beautiful的斜坡 我很好吃對不對 你不要再轉彎了 喔 他就要往前了耶 那 前面這個地方他可以上來嗎 快點上岸 快上岸 你是不是快上岸了 就這裡 岸邊啊 快點啊 快點啊 你是不是要上來了 做一些一般箭矢 來來來 欸 阿箭矢欸 找到了 欸我去哪裡了 欸 大哥你去哪啦 他怎麼不見了 淹死了吧 給我上來啊 欸他上來了 Oh my god 他過來了 他過來了 我有辦法成功嗎 我有辦法成功嗎 快點快點快點 我老子跟你硬上了 你上來我就開槍 我不要轉彎啦 我 到底在演幾點啦 低能額喔 很好 非常好 好 很好 非常好 先補一箭給你 不要下去 NO 幹他丟到水裡 他淹死了 還沒有扣氧氣耶 喔 太好了 還沒有扣氧氣耶 Oh my god 哇 你居然在這裡不需要氧氣喔 太強了吧 很好很好很好 來來來來來來 終於要把你帶回家了 我快受不了這遊戲 這遊戲實在太棒了 趕快醒來吧 求你了 耶 87你終於來了 87 87我抓你抓好苦喔87 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幫你設置一下行為 那你就幫 就射成被動 然後 跟隨距離改成近 好 GO 回家 回家走這條吧 我們需要一點漫長的時間 大家回去啦 抱歉了 我覺得我已經精疲力盡了 我花了30分鐘 跟他在這邊耗 精疲力竭了 耶 終於回來了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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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一隻羽豹 這麼的辛苦 好累喔 歡迎回來 直接撞到東西 太好了 我覺得我現在讓他在這邊放著 我們現在趕緊趕快去找一下我們的冰龍蛋吧 到時候呢 兩邊一起做孵化 好嗎 LET'S GO 找眼睛放力一點 不然真的找不到 欸 等一下 這個是 這個毛毛的是什麼東西 這該不會是巢穴吧 等一下 龍蛋巢穴 這敲得掉嗎 OMG 它不會卡在這吧 等一下 這個誰會找得到啊 哈哈哈哈 欸 我說這個 這個到底誰會找得到啊 如果不露出這邊毛 我怎麼知道這裡會有 會有 會有 會有龍草呢 不管了 我們先把他敲掉 有沒有 卡 真的有耶 啊 啊 我們有了 啊 啊 哦 超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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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一下照 好謝謝 抱歉有點興奮 快走啊 應該是不會有飛龍暴走吧 GOGOGO 我們回家我們回家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進行一下這個 羽暴龍的交配動作 那基本上一定要把他們卡在牆上 這是有點麻煩的一件事情啦 但是也是沒辦法的 是必須要做的 有有有 997 997 快升快升 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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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了 YES 太好了 來來來來 你們不要亂動 你們不要亂動 終於讓你們升出來了 禁止巡邏 禁止巡邏 好 好 非常好非常好 欸 你想去哪裡啊 你夠過來 聽話 終於剩下來了 那個蛋 讓我上去 白殺起 白殺起 走開 喔 真的是 快快快 那顆那顆 撿起來撿起來 受精彈 受精彈 這個 也是太冷了 OK 那這個 我們趕快 馬上孵化 廢話不囉嗦 我們趕快去做一下這個 傳統式的這個火把 好 先點火再說 等一下 點火丟進去 再控制火 這個沒放到嗎 有 來喔 召喚儀式喔 丟 夠不夠 還是 太熱了是吧 消一個 太熱了 消一個 全部都太熱是怎樣 太熱了會扣生命是吧 等一下難道他用冰的嗎 他不能 他不能用 這樣可以吧 還是太熱了 What 他到底要怎麼孵 喔有孵化中 這孵化時間也太久了吧 好不好 我們只要縮時等 等待一下 縮時時間 OK 現在剩下4% 喔 3% 2% 快點快點 快孵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可愛的 羽暴龍到底長什麼樣子 羽暴龍小寶寶 已經快出現了 我們等下趕快把肉丟給他 不然他會餓死 我說真的 好好好 他要出來了出來了 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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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快 領養領養 快丟食物丟食物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你看 雖然長得很慢 超可愛的耶 不要亂動啊 不要亂動 哇 你看 把血條關掉 你看你看 好小隻喔 他到底像爸爸還像媽媽 我們可以就是 有時候孵化可以判變 判那個不是判變 是判斷他是異色版的還是怎麼回事 好 沒關係 我們現在也一直丟 一直有丟肉給他 基本上應該是不會死啦 好 我們可以把 他兩百多塊肉 他可以慢慢吃 好不好 這是雜門的這個羽暴龍 我們現在來開始丟一下龍蛋了 我們連龍蛋也要一起把他生出來 OK 我們現在剩下一%囉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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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我們的冰飛龍要出現了 我們的冰飛龍要出現了 然後都等待時間 哇靠 來不及看 喔出現了 等一下等一下 趕快丟肉給他 不然他要死了 快點快點快點 丟40塊 他只能丟27 沒關係沒關係 可是他長好快喔 怪怪怪怪 然後之後我們這個羽暴龍 需要帶他散步一下 我們帶他散步一下 GOGOGO 增加一下流行度 抱歉 我們一次要養兩隻有點辛苦啊 欸為什麼你不動啊 欸你不是吃 等一下 你這傢伙 喔有啦有在吃肉啊 跟著我啊笨蛋 等一下他是不是卡住了 卡條了嗎 真的不太需要我了 然後這是我們的冰飛龍 啊忘記幫他設置一下那個 禁止巡弱模式 哇靠那冰飛龍真的好酷喔 長得超酷的耶 有沒有吃肉 欸他都根本 好像不用吃東西 他也不會餓死啊 對啊 你看 他食物好像也沒差 也不會再掉 然後重點是他的血也不會掉 啊我到底要不要餵他吃肉啊 還是說冰飛龍不是吃肉的 吃大腿肉嗎 我們看一下 瑪根廷有沒有大腿肉 我看好超酷的 大腿肉23塊 喔超丟耶 來來來來來 吃大腿肉嗎 好像也不吃 OK 反正呢 總而言之這就是咱們的冰飛龍 我們成功的抓到可愛的小冰飛龍 然後呢 又又又孵化這可愛的羽豹龍 好不好 我們今天的安架算是半完成吧 因為那個斜梯真的我還不太會用 好不好 那今天很辛苦的 終於結束了這一集 你們出的安架實在是太過分了 沒有啦是我自己選的啦 也不能怪你們 好不好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如果你們呢 下一集需要我做什麼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也請你們多多分享這部影片 把它們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見 感謝你們的收看 記得按個訂閱喔 我們下一次 方舟生存再見了 掰掰 我們下一個月的影片 影片請問看 等下個訂閱 按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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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按個訂閱 按個訂閱 按個訂閱 按個訂閱